歡迎收看麥塊1.20伺服器,我是尼亞斯!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留下喜歡、訂閱、叫旁邊小鈴鐺,開啟熊子! 好的,那我們影片就準備開始吧!Let's go! 好啦,那我們今天要收集一些建材的東西 所以要出去探險一下 然後小地圖就開著,因為我們今天 呃,我們先去... 欸,怎麼晚上了?我先睡個覺好了 好,好像沒有人要睡覺 那我們就先去...要先去那個啦 就是重生點的那個地底下喔 好的,那首先先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我要先來這個地底下呢 其實我就是為了挖這個紫水晶洞的東西 欸,紫水晶洞在哪裡啊? 啊,找到了,在旁邊啦! 然後我們要挖那個紫水晶喔 我們用這個絲綢之樹挖 我記得可以直接把它... 哇,這個...挖好快喔 好,我就直接把它... 呃...長大的全部拆掉好了 欸,其實我也不用用石手之樹拆欸 因為我要挖的是它的水晶 我思考一下喔 欸...都... 好,沒關係 我先這樣挖看看 這樣是... 16個! 等一下,那標準挖是幾個啊? 我再隨便挖一個喔 16個... 呃...8個 喔,所以... 等於說它是有點隨機性的喔 那我把它種回來 等一下,因為我需要大量的 呃...這樣子是... 24變28變4個了 這樣咧? 呃...678變8個 32... 變... 10...喔! 16個欸 好的,我全挖完了 有這麼多的紫水晶碎片 超讚的啦 各位觀眾我會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音喔 給大家聽一下 呃... 欸?又沒了欸 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到 欸,有了有了有了 又...又有黑暗效果了 我在猜應該是片頭的那個... 自然生成又啟動了吧 哇,那我沒有辦法 下去去... 挖其他的紫水晶洞欸 這樣好麻煩喔 我的天啊 各位觀眾我在這邊看到一個紫水晶洞喔 但我不確定它是在樓上還是樓下 所以我這邊就... 勇往直千的往前挖 看一下到底能不能挖到 呃... 我現在的位置應該已經接近它了 所以要嘛它在樓上 那我猜它應該在樓下 好,各位觀眾我好像挖到了一個... 有... 有... 綠綠的... 深淵地形的地方 不知道會不會有那個效果喔 我很擔心啦 我們就稍微走個一兩下 這個是... 這個是方解石嗎 好,不是,這是平滑玄武岩 往下挖應該可以挖得到... 裡面吧 我猜 唉唷我挖進來 我挖進來 哇旁邊有看到一個... 我先...我先打亮好了 旁邊有看到一個... 茯林醋梅喔 我們...下去...看一下... 有沒有任何的... 危險... 物質呢? 好像沒有耶 好像蠻安全的對吧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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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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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危險物品了 等一下喔 樓下看起來好像沒有 這裡是哪裡啊 我沒有來過這裡嗎 唉唷唉唷唉唷 等一下喔,我先把這個拆了好了 欸完了完了完了 沒事沒事沒事 這裡是哪裡啊 看到那邊有亮燈 應該我有來過這邊才對啊 怎麼感覺我好像沒有來過啊 我必須先把前面這個拆了 我先看一下附近有沒有別的啊 欸這邊有我插火把啊 所以等於說 這是我漏挖的對不對 我想一下 這個我要留著嗎 這個我先留著好了 因為我不知道我之後有沒有需要用到 好 我們現在這邊專心挖那個 紫水晶碎片喔 因為我們今天是為了這個來的喔 好的 我們收集這麼多 紫水晶碎片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 要做這個東西啦 就是紫水晶方塊 呃...我們至少做個... 我思考一下喔 如果我把它做成紫水晶方塊的話 它還可以變成... 噢不行 好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至少要做個... 我想一下喔 半組以上吧 這樣差不多 我們就做個一組就好 因為到時候要用來建築用喔 好接下來我們要去 一般的地獄的位置去... 挖一些螢光石、銀石粉 之類的東西喔 好我看到左前方有一團喔 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稍微挖一下 我們等一下墊石頭上去喔 好這邊有一個螢光石 感覺勉強可以挖一下 而且它這邊都是在... 哇喔...酷喔 不過這個位置應該是比較不容易摔下去啦 東西也比較不容易掉下去喔 好我現在身上挖了一二三四五五組多的銀石粉 然後兩組多的地獄石音應該還算夠了啦 至少蓋地下二層的部分應該算是夠了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們要去挖... 呃...哥萊果 對要比較多的哥萊果到時候要做一些其他的東西喔 這個洞是幹嘛的 呃...不知道 意義不明的 好咧 我們就進去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挖很多的哥萊果 欸...如果我挖尾巴的部分它會不會全部掉下來啊 看一下 印象中會對不對 喔會耶會耶 這樣就比較方便喔 我看一下這樣有幾個 十四個 可能要再多一點 我至少要半組吧 好 接下來呢我們回到家囉 要先來做一下螢光石的部分 我看一下在這裡 可以做... 喔 欸其實還算多耶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的數量是可以的 接下來我們要燒一下哥萊果 燒個半組 至少要半組啦 然後到時候可以做東西 然後... 喔對我還要一點烈焰感喔 我忘記刷烈焰感 我們再去地獄一趟 好 烈焰神我來囉 順便刷一下那個 凋零骷髏頭路好了 沒有半個 好 謝囉 烈焰神...欸 樓上還有一隻啊 為什麼烈焰神的位置都... 生成在這麼遠的地方 欸生一下生一下啊 快點生一下 欸有了...有一隻了 等一下 嘿 嘿... 砍不到砍不到 嘿... 有了有了 幾根幾根 一根嗎 喔四根四根可以 四根可以 欸有了 烈焰神 欸一隻... 兩劍 OK 看一下它掉在哪裡啊 啊它沒有掉 又沒有掉 我傻眼 痾... 痾... 怎麼那麼難掉啊 好啦... 我們目前刷的應該是差不多囉 我隨便一刷 目前刷的33個烈焰杆應該是夠我... 夠我用了啦 然後... 順便刷掉零骷髏的頭顱 剛好刷到一隻 我沒有特地刷啦 主要是要來刷這個烈焰杆的 半組... 基本上夠了啦 那我們就... 修一修裝備就先回家吧 好的我現在回家啦 那我現在要先準備一點... 東西喔 首先我們要先準備... 平... 滑... 欸... 平滑在哪裡啊 怎麼沒有平滑 喔在底下 我們要平滑深板岩牆 對我們需要這個東西來做... 一些... 總之... 有用就對了啦 我們先做個一組 到時候帶過去喔 然後我們要... 爆開的... 5顆來果 然後做... 我思考一下 至少15個吧 15個... 這個東西 對... 欸... 欸... 蠻好做的耶 我不用打那麼多耶 16個應該夠啦 先做16個 對對對 那我們要16顆的... 枯氣黑鑰匙 欸...對 因為... 我記得這個有亮度對不對 來我來找這個陰暗的小角落放一個看看 對啦 它有亮度啦 對對對 所以我需要這個喔 阿...然後我們還需要大量的仙人掌 阿...我可能要先去... 沙漠挖一下喔 OK...我們到沙漠啦 趕快來挖... 這大量的仙人掌喔 不過我不會把它全部挖掉啦 因為我主要就是為了... 做東西用 所以我們就挖個... 欸...其實還是要全部挖掉 我很怕它等一下挖一挖 欸... 等一下...我測一下喔 如果我把... 阿...鵝卵石最便宜嘛 我們就丟過去 它會消失... 阿...對... 那我們全部挖掉好了 我們全部挖掉再把它種回來就好了 應該就沒問題了 好啦...我們現在東西收集都差不多 目前就是需要大概這些啦 然後... 我們下一集就可以開始蓋那個... 我們的地下二樓喔 就是這裡 然後...我私底下會再掛一下那個鐵磚啦 會花點時間掛 然後...到時候把地板鋪好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一些設施 就是需要這些材料 然後燈的部分給大家看一下 我有重新鋪過 因為我之前發現 我鋪直線的話 感覺到時候我為了要蓋這個設施的時候 會有一點卡到 所以我把它鋪橫的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也收集了不少的那個螢光石嘛 那我們到時候就可以再做更多的電燈 這樣子喔 好啦...那我們這集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就在這邊做個結束吧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留下一個喜歡 讓我知道也可以按下 訂閱加旁邊小鈴鐺 開啟融資 平日晚上6點發片 下次早上11點 有興趣記得總人收看我的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來見囉 各位掰掰~~